每次到畢業季啊 難免會遇到新鮮人來上班嘛 但是他們處理事情的方式 可能沒有這麼的圓融 我也覺得我處事沒有太圓融 可能因為我也剛畢業吧 身份證快樂都愛顧你超好的倉庫的女文 我是Claire 今天要來講讓你抓狂的職場 新鮮人同事 我把我看到的景象呢 寫成了一些英文例句跟你們分享 kick up a fuss 就是抱怨 When things don't go Claire's way She always kicks up a fuss 事情不如Claire的預期走的時候 她就會開始大肆抱怨跟發牢騷 但是我只會在心裡面發牢騷 事情不盡人意 你可以說 things don't go someone's way 就是把人換成所有格 這句是給新鮮人旁邊的人 ok 叫做 I don't know how to deal with my immature co-workers I don't know how to deal with my immature co-workers 我不知道怎麼 handle不成熟 的同事 ok Mature就是成熟的 但是她的相反詞叫做 Imature 加上 I am 就是她的否定詞 我也曾經問過我同事說 欸怎麼辦啊 我覺得她們這一屆好像有點難溝通 因為 Deal with的意思是處理 也可以用在事 也可以用在處理人的關係 This is her first job out of college After all 畢竟這是她 大學畢業之後的第一份工作 大學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 你是不是印象特別深刻呢 那如果你要說 失業中 unemployee 這個形容詞是有一點太直接的 你可以說 I am between jobs 我在job跟job的中間 叫做Between jobs 我正在代業中 這就很好聽了吧 She is a little inexperienced In experienced 沒有經驗的 但我之前有講過 沒有經驗的 你也可以用哪個顏色呢 我要選那個dora 是哪個顏色呢 是green She is green 就是她是生手 ok 我也受不了我這樣言 興趣做起來的 或者是主業之外 她自己培養的 那個叫做業餘的 業餘的叫做 amateur amateur She doesn't act responsibly and always mourns about everything She doesn't act responsibly and always mourns about everything 這樣真的不行 新人哦 但是哦 我很不喜歡人家說 新人就要有新人的樣子 新人到底要有什麼樣子啊 年輕的工作人 他們有非常多新鮮的觀點 跟新鮮的想法是 我們工作幾年之後的人 再也想不起來的事情 雖然他們有時候的處理方式 沒有這麼成熟 但是我也不希望大家總是用一種 新人就要有新人的樣子 做一些評論 畢竟 This is their first job out of college OK 你對剛畢業的職場新鮮人 有什麼特別的想法嗎 或者是你想要大力的稱讚他們 請你留言在下面